行政长官大问大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是一个很难得的场合 是让我们当面去问行政长官这个问题 让大众市民都可以亲自听得到政府的答案 亦都是说真的 我们议员是被压力政府要求他们回应市民诉求的 一个很重要的场合 今天我们很多的议员准备得很好 准备去问行政长官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市民给我们 市民希望我们去问的 但大家看到今天议会里面发生什么事 和昨天一样 我们有些议会里面的暴徒 在议会里面行使暴力 这些政治暴力是不能接受 亦都是在破坏香港 亦都是拖着香港后腿 令到香港不可以向前走的理由 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在议会里面是希望为大众市民发声 不是只是他们那些反对派的议员 一美叫口号 香港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一美用议会里面的暴力 香港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他们这种行为只会令到香港的问题越来越深 他们的暴力是解决不了香港问题 我不希望这些议员再可以继续在议会里面 用暴力去宣扬暴力 自己用暴力去重用暴力 所以我们是再一次强烈谴责这些议员 在议会里面去使用暴力 我们很希望议会可以回复正常的运作 让香港可以解决现在面对的问题 我补充一件事 因为刚才有一个议员开了这么久会 所以问主席为什么给了民建联的同事说 其实这张粉红色纸 就记录了我们所有议员 在特首答问会里面问过的次数 这张纸昨天已经给了在我们的写字楼 今天也有一张粉红色 放在每一个议员的桌上 第一次问过的议员 是每一次在特首答问大会的次数 主席会先让问得少那些 就是好像现在第一次的那些 就会有优先问的 所以刚才问到的包括陈克勤议员 刘国芬议员 梁志祥议员 和禁制的那些议员 其实都是第一次的议员 如果有些议员说 为什么他们那边问不问呢 其实他们那边我留意到 有一位陈佩元议员都是一次的 如果他有回来开会立即按 他也应该有机会问到的 不过他就没有按到 其他我们有何启明议员 都是问了两次 所以在下面那里 就有机会去排上来 我和梁美芬这些 就之前问了很多次 问了三次 所以排到最后 我们就知道没什么机会 这个其实就不用浪费时间去问主席 他们做了这么多年议员 看看这张纸就知道 为什么排出来的次序是这样的了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样问 这个问题究竟他是真不知 还是想误导公众 让公众以为主席有些不公 或者不思的做法 这个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不公平的